以色列军事官员说,以色列军队星期日在加沙地带开枪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激进分子。 有关当局说,这两名激进分子试图在以色列军队巡逻的一个地区, 布设一个爆炸装置时,被一架以色列武装直升机击毙。 一个星期来,激进分子一直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迫击炮弹和火箭弹,造成至少一人受伤。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星期日说, 如果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边界一带地区的紧张局势没有缓解, 哈马斯就准备扩大针对以色列的战斗行动。